小朋友大家好 本单元要探讨的是 使用未知数和数字写成算式 使用未知数和数字写成算式 白雪公主买了12根香蕉 被小矮人吃掉X根 还剩下多少根香蕉 全部有几根香蕉 剪掉吃掉了几根 就会等于剩下几根 因此会剩下12-X根 图书馆里的书 小法师哈哈已经看完了六本书 还有X本书没看过 图书馆总共有多少本书 看完几本 加上没看完几本 会等于全部总共有几本 因此全部共有6加X本 乌婆每天可以制作X颗魔法苹果 她连续制作了五天 共制作了几颗魔法苹果 一天制作几颗 乘以制作了几天 会等于共制作了几颗 因此我们可以写成 共制作了X乘以五颗 小红帽每天都去探望奶奶 连续去了X天 总共带了200颗葡萄 都被奶奶吃光光 奶奶平均一天吃掉几颗葡萄 全部共有几颗葡萄 除以去了几天 会等于平均一天吃几颗 因此我们可以写成 平均一天吃了200除以X颗 未知数和数字的组合运算 可以表示某数 例如12根香蕉 减掉吃掉几根 就会等于剩下几根 而剩下几根 我们就可以用12-X来表示 200颗葡萄除以吃了几天 就会等于平均一天吃几颗 所以平均一天吃几颗 我们可以用200除以X来表示 下课咯